好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要令起一个新的课程 这个课程叫做变中编论 变中编论 即使这个课应该是要 应该是去年或前年就应该要讲 但刚来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在做 有一些整修整件进行 所以就延误了 还有就是这个课稍微比较深色一点 如果没有稍微一点基础 我会听起来比较单调 但我想今天应该是可以试看看 最主要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变中编论 它是维世的 那维世的当然向来给人家的印象就是 比较悔舍 名向很多 不过 当然事实上它也是如此 不过它有很好的引导修学的这种知见 那种引导入佛知见的一个善巧在里面 所谓的不禁一番寒侧骨 拿得梅花扑鼻香 虽然研读维世会稍微辛苦一点 但假如你能掌握的话 它对我们在了解佛法上 它有很多的方便 我过去 其实我也没有 我出家修学来 我也没上过维世课 但维世的经论 大概重顶的几个重要经论 大概也剩下不多 就是我打算如果有机会 维世几个重要的经论 假如能谈到的话 我们尽量谈 像这个白法鸣门 五韵论 显阳圣教论 色大圣论 像我们讲中边 边中边论 三十 维世三十 这都谈过了 然后我现在正在讲 一切是地论 所以说有些东西都陆陆续续有在谈 这个也都是自己研读来的 那因为我大概我也不是很专业 我也不是很专业 但可能也因为我不是很专业 所以也没人跟我讲 所以多少有点好处就是 我比较不会掉入人家一般 维世学维世的那种复杂想法 弄得分派很多 名向弄得很复杂 结果很多人读维世 大概会掉入一种 不自觉的一个现景 就是只是在文字上一直转 在法相上一直转 但却不容易得到维世的证件 那个从维世的角度来审视这个世间 然后从维世的角度来看待修学佛法 那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变中边 从名词上来讲就是中道跟偏邪 中道跟偏邪 那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讲 因为他其实也是 因为维世家本身也是重视中观的 重视中观 当然中观学派的人 中观学派的人他不一定认为说 为世家所谈的中论中观 虎何他们中观学派的人 我们今天这一部论 我们有一本书 这个是变中边论表解 这是一个叫阿杰南陀的一位大德做的表 这不是古时候人是现代人 那他做的这种表解 那他这里面一开头有用引了一些大德的话 这有机会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 像比如这个 在我们这一本论里面的十五页 十四页十五页 这里面有谈到这个会通的部分 会通的部分 我们看那个十五页 倒数第二行 他不是有一个文 一条行 一杠就是说 以上略为变中边论说 弥勒于且中观 当然这个书不是每个人拿得到 不过我们也不 重点一定要什么书 因为但是这本书方便我们看 他其实不是 他只是引了一个文 引了大德的语文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有机会大家看一下 那我想这个思想 我会在这个课程上谈 那我要谈的就是说 其实于且也有中观的思想 那中观学派的人不一定认为 因为走到后头 经常有学派的冲突 但正如我之前有谈到大圣其讯论 大圣其讯论 我一直谈 我一直没当初用那个 大圣其论用那个 欧宜大师的那个略王书 因为欧宜大师也不 他不认为中观跟于且有什么冲突 但我认为也没有冲突 因为只要大家会像法上 就没有冲突 如果你偏着在文字明像上去计较 乃至你本身缺少一个 当然我们无意去批评过去大德 或现在的一些学者的看法 因为每个人想法不懂 但我始终在研读佛法里面 我有个心情就是说 我今天研读这个 不是为了增长我的一般知识 那其实我是准备修行的 那同时我要它有一个共同的路 什么路 会像实相 因为这是一个共同标准 就是我们如果实相 用一个普通名词叫做真理 实相就是世间的真实相 真实相 所以佛法到最后一定会讲到不二法 不管你怎么修 一定修到不二法 为什么 道理就这个 世间的真实面貌是什么 所有的道理一定会走到这里 凡是圣者说的话 没有一个不配合这个道 所以有的人认为 维世讲的不彻底 但同时又认为 弥勒菩萨 无左菩萨 弥勒菩萨当然是 未来也当海下身 而无左菩萨是 几地菩萨 三地菩萨 菩萨还会讲错吗 那你不是自己 你又承认他是三地 又认为他讲的有点 不是很究竟 那也怪 有的人在思考上 容易有门户之间 认为 龙树菩萨是初地 讲的最正确 但三地的无左菩萨 讲的不一定很正确 这不是很怪吗 为什么我在这里谈这个东西 因为所有修学 如果大家只是掉入到这些 不懂得修学佛法的核心意义的话 你难免到最后 就读到最后 你不知道他的精神 这中间还有很多辩证的问题 我过去在教委室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有分四分说 三分说 见分 相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那有认为只有自正分 有的认为有二分 有的又三分 有的认为四分 这中间有没有绝对的问题 我认为当然有的是讲的不原容 但有的也无妨讲一分二分三分四分 为什么 我只要让你听懂就好了 你知道吗 你可以讲四分 可以是错的 也就是说你也同意 谈四分说 就是见分 相分 自正分 正自正分 但你讲出来竟然是不相应真道理 你不能把为四道理讲出来 不能把世间道理讲清楚 把人的心理分别 妄想心的这些苦极灭道的道理 讲清楚的话 你就算用的圣教 你也是讲错 那我如果讲二分 讲三分 所有法不就是方便施舍吗 只要我有真实智慧 把这个道理讲清楚 何况我一定要讲四分 然后诸家就在讲 你那个不对 我那个不对 弄到最后都不对 为什么反正都没解脱 就算你对 你再轮回也没用啊 就像我今天用一张地图 那我在介绍这个地图的时候 我有必要把地图的每一个角落 都讲得清楚吗 不必要吧 我的目的就是把你带到目的地嘛 这中间如果无关紧要 或是你已经知道了 我就不讲了 我就直接挑几个重点 目的无灰让你到达目的地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了解佛法的时候 也同时有这种情形 那我就讲说 当初我自己在研读维师的时候 因为我没有受 因为我没有去听 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样有所不足吧 那这是大家去评论好了 但因为我也一开始在研读维师的时候 我是站在辅证我的官员 其实维师一直跟我 是有很大的缘分 我在其他科里有提到 我以前傻傻的 我刚出家 就觉得 带着很多的理想 我就要修了 修 结果有一次就看到 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一个居士写的 一个关于维师的一个看法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维师 那时候连维师两个字我也不知道 结果我就 那时候刚好出去叫稿 编到场的杂志 就看很多问题 讲出来了 我可以解答 可是最后一个问题我不会 而且跟我的想法 他的答案跟我的想法是矛盾的 是冲突的 不是矛盾 就是相反的 那这个就让我很不安了 很不安的就是说 我开始碰到 我以为我这样修 就这样一路很平顺的上去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说 我有哪些不足啊 可是开始碰到这个问题 跟我的想法 冲突 那我开始说 那这个问题从哪里来 我也不知道 因为根本也没说过正式的教育啊 整个佛学教育都没有啊 是不是 当初我们在学的时候 我们的师长也没开过课啊 不像我们这样一门一门讲啊 我们也没上过正式的课 那想要找答案都不知道在哪里 不过还真被我找出来 那个居士在写的那个问题 竟然是从陈伟师论出来 竟然还不能找出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找出来 而且找出来 那就更伤心啊 我自己就大学毕业读的是哲学 那本身就是这方面比较专业 那当然讲什么我都看不懂 整个陈伟师在讲 每个中国字我都看得懂啊 就是不知道讲下来 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这时候打击就很大了 这些都重要论 但是看不懂 所以才开始警觉 继续这样学要到哪时候 你井底之花 你不知道你的不足啊 那从那个时候才触发 我必须要 不是要学为师 我因为我不知道为师 我就觉得说 整个佛法的认知 因为后来我看查到陈伟师论 的确人家讲的是这样 因为那个居士用白话讲的 我想的确这样 那可见跟我当初认为 那个佛的法身之类的这种观念 我会发觉是冲突 可见我这里面隐藏的一些观念 是错的啊 错的是去找哪里找 整个旁边的没人跟我跟我谈 那发觉就是说 我还以为我的观念对 可能这里面有很多隐藏 很多问题的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因缘 才开始自己摸所为师 那开始阅读 有些问题也不知道问谁 他就跟居士借个名 用他的名去写我的问题 给一个专门在回答佛学问题的一个 一个团体 一个居士团体 那我就把我的回事 他们也是用回事的 他们也是用回事的 结果他们就回函给我 同时在他们杂志里面 就登出我的问题 说我的问题很怎么样啊 不错怎么样 他也回答 可是他其实我 以我所了解的 以我当初所期待的答案 他没有回答 就是没有满意 那后来我用这个问题 我问了很多人 也都没有 我要的满意的答案 后来就是靠我自己 去把它找出来 我后来这个答案 我自己找出来 那就是这样开始挖出很多问题来 就是你这个问题挖问题 因为我觉得不安啊 不安就开始 所以最主要我们当初是一种 觉得自己的某一个政见 有问题的心情而入围 我并不是想要 学一科什么东西 那就这样学的时候 我也不会被带来很多的 现在的学者的那种学派观念 冲突来冲突去 我是这样拿来说 我这个学到的东西 怎么应用到我的修行 怎么去看待这种修行的道理 被我这样瞎碰出来 所以我比较不会带着一般 在教为师的时候 好多这种僵硬的看法 当然不是所有人这样 就是我不用一开始承担了很多 学为师的人这些包裹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谈这个 也都是希望把这个观念 作为更实用 我想大家也知道 我们现在学习就希望它能更实用 那我们讲这个变中边的意思 最主要是 我们不是 我用最现实的例子 我们来金刚经讲的 应圣求我摄像间我私人皆行邪道 对不对 那要不要应圣啊 那很多人都听到这句话 就不会念了 对不对 我现在念我不是行邪道吗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错误观念 就是说 认为不以阴身求 不以摄像间的话 以阴身求 就是要 以阴身求行邪道 那就不要阴身 所以容易产生两个对立 就是说 有阴身的 不执着阴身跟执着阴身 但 为事就不会这样 为事里面 它就帮助你建立一个观念 是在这种圆起法上 直跟不直 声音是不是圆起法 是 直声音 是变极子 变极子就是 普遍的变 即叫做即 执着的直 执着的直 那变极子的就是说 对这个法 产生不当的执着跟妄想 那如果这个法是这样的下 还它这样的下 这叫圆成实 圆 圆满的圆 这个成功的成实在的实 圆成它的实在性 也就是说 这个阴身 我不从阴身求 但我有没有必要舍阴身 我不需要舍阴身 为什么 它如换如画 我还它如换如画 我不迷就好了 不是我常解决一个例子 就是电视是假的 你不执就好 你把它砸掉干什么 是不是 重点是你执 又不是电视有问题 我们现在就说电视 演的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把电视灭掉 不用 你不要执就好了 所以我们不用执的时候 我们还是借着圆七法 产生觉悟 我们在圆七法 圆七法当中 增长我们的觉悟性 而不是在圆七法里面去执着 所以我们变成要借着进修 借着进修 却不是执着进 我们不会剥舞 我们不会落入断灭 我们知道它是无自信的 但有无自信的缘起幻化功德 你不能把它固定 但幻化功德 却不能把它当作一个 恒实不变的一个自信 拔在里面 这时候才会产生真空妙有的 真正的中关键 所以利用为师 的确可以辅助 一般有些人在 研读中关的观念的时候 容易产生的断灭 研读波折的时候 这种智慧的时候 产生的断灭 那反过来 研究为师的人 因为都是在冥想冥想 把人的心里做很多细细的 分分分分分 到最后竟然把这些 方便的观察点把它当真 所以变成 我们讲为师 叫做有中 中关的叫空中 谁跟你这样讲啊 每一中都嘛实在中 你要分说有 他不认为他有 我讲说万法为世 其实我讲 境无事亦无 连世 连心事亦无 我讲为只是要解释现象的 产生妄想的 种种境的原理 我并不说讲为世以后 才承认有一个为世体 并不是这样 终观在讲一切法无事性 并不是要剥五的 并不是要剥五 我们看那个中论里面四地平 他在讲说有没有苦即灭道 我们星期间也讲无苦即灭道 但这个五 是无苦即灭道的自信 不是没有苦即灭道的因缘作用 那外道就认为说 你们讲空的把苦即灭道都火定 那中论就回答 你执着有苦即灭道 你才破坏苦即灭道 我没那个过失 你能够加上来 我讲无苦即灭道 并不是要火定苦即灭道 我是要理清楚 苦即灭道之为苦即灭道 是无苦即灭道的颠倒自信 没有但有相依失色出来 众生依因缘而合合的 然后我们把它加以分别 加以观察的那种延起的苦即灭 这不容易懂了 不过懂了就可以下课了 你们就不用来听单位之间了 如果你真的记住这些见 当然就可以了 那我要多听 多听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或者的话 回家路 会回家就自己回家了 我们现在要学的就是 除了自己回家 还要引导人家回家 多学几张地图 如果你纯纯为了回家 懂了回家路就可以走了 其实这里面它就是 我们讲说无苦即灭道 我只要破你的指 但我不是要剥无苦即灭道 那这个观念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 这个我要讲过 难虽难 但总是要熏修 你总要一步开始 那所以我说 我要讲这个课 虽然它会比较 悔射一点 不容易懂 但我相信在座 这样慢慢熏熏 大概也不会那么难 因为我尽可能会用一些 例子 把这种比较 明像很多的东西 转成我们比较容易体会的道理 而这个道理 其实是活法的核心 我们其实如果用一般开示 怎么修这些东西 其实真正所有佛法的道理 要能成为有道理 必须掌握这个波折 所以我们今天 虽然是以维持的道理 其实就是建立波折证件 在我的企图里面就是 把我们很容易模糊 听了空以后 容易落入断灭空的这种危险 借着为事把它纠正过来 让你抓得更清楚 我今天面对静 并不是要火定静 我是不颠倒这个静 我只要不颠倒这个静 我可以利用这个静 成就我的解脱道 所以你看我们要不要念火 念 可是如果你执着阴森 不对 那我们借着阴森 启发我们的决心 对 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 我不是常讲吗 那看你现在屁股坐在哪里 有没有 你有没有半蹲 可见什么 有椅子 有椅子 是不是有椅子自信 没有 但能不能坐 坐着的 你看 娑婆有没有 有 有没有自信 没有 那为什么有 业力所成 那极乐世界有没有 有 但它不是业力 它是重拱德法车 现在实时塞在的受用 是我们执 到了往生极乐 有没有极乐世界的受用 有 但它的受用 不同因缘 但有没有这种因缘所成法 有 那阴森不可得 我借着阴森观不可得 就像那个嫩言经里面 反文文字信 怎么文字信 当然借阴森 借阴森观能文所文无字信 那不是反文文字信 还靠阴森 五印接空 就偏偏是观五印才知道接空 不然你去空哪里 所以我们从这里寻求 把这样的一个智慧 也就是我们如实以面对 现在我们生活的境界 一切境界 但如何取觉悟性 我们的智慧观察 在这里不迷失 这就是佛法的本 以一个核心意义 它其实后来一定是归向这个地方 有人讲说 法师你讲了到最后都会走到一个地方 真的 真的啊 我价在 我若没讲 也讲到都要跑到别的地方 讲这个论 讲到最后走到别的地方 那我会有问题的 因为 不就是不二法门吗 一定会这样 一定要会 所以我们现在 比如说 我们现在讲说 为什么要持戒 假如不站在这个立场 你持戒 你知道怎么持 你不站在拨人 你不知道怎么持戒 对不对 那是我们现在 昨天我们刚刚 有一位出家 什么叫出家 出五印家 这才出家 不是那个一家跑另一家的 那个麻烦 那个永远也出不了 出五印家 出你是 如果以为是来讲 出你的便宜之家 你那个执左家才是出家 不然你想要去哪里出家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讲说 我们出家 我们如果没弄清楚这条路的话 其实你出家是从一家跑一家 你根本没跑掉 你再怎么好看 也不过如此 你的戒定会 如果不从这里去安利的话 一一也都不在 从这里来论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在 不管在任何课子里面 都一直把这个观念 从事项上 你要你修什么法 修什么法 那从你四根离 不断的反复周磨 让我们的这种知见 更加清净 假如我们了解佛法 了解越来越多 结果是越来越负担 我最近在上课我也提到 年轻的时候读很多都可以记得 像比如说我们的老菩萨 他们讲说记忆力不好 我说当然啦 仓库放那么多当然记不好 小孩子当然记得很清楚 因为十岁的仓库装多少 八十岁的仓库装多少 你只记又没有把它倒出来 因为你没有放下执着 所以当然仓库塞了一大堆 经常会记不清楚 到最后只会记什么 那个刻骨铭心的 一百万让哪里都不会忘了 其他是小问题的 那个都不会忘 你跟他讲一百万在哪里 你怎么跟他拿 他都知道 但我们现在学伙怎么样 我们一年一年累积多少学伙之间 你累不累啊 以前节学的多 出去都会背得起来 现在背不来 像我现在讲那么多 我要背我背不来 那每次要讲课是不是又要准备 你吃饱每次干开量多课 那你不是背得很多 我告诉你 以前要上课很轻松 现在如果你不是掌握到佛法的本质 你光只是准备课 背这个课 我告诉你 你累死你啊 应该是透过 我们从开始学佛 入道修学 听了很多以后 是怎么样 主着方向清楚 而不是累积了很多 更多的挂碍 我读完十门课 并不是要记十门课 我讲这个句话 也就是说 你如果有透过十门课 养成的智慧 是具有十门课的笼通 是活的 这时候你不是挂碍的 是智慧的成熟 而不是累积很多知识仓库 你这样受不了 所以像我们这样读一读到 所以说 以前有时候 有啦 大家一直知道 怎么样 以前 师傅你不是背得起来吗 现在 因为仓客户有些蛮 所以有点更替 淘汰掉 也就是说 我不管读多少 我临终的时候 就一条路 其他的一概 当除掉 也更正如我常讲的 我只要算数算会了 我就拿了这个智慧 什么题目我都算 我不用去准备那么多题目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越学 越纯熟 不是越学 包吾越多 到最后我发觉 觉得以前 那脑筋好 记得很多 现在有一种心理的压力 就是说 最好不要再问我 因为我都忘了 如果你再问我 还要去找我的笔记出来讲 不用 因为 我经过不断的学习 都消化成我自己的 融通的智慧 所以到最后 阅读读到什么 课本都不见了 唯有留存的是智慧 那你说 你不是讲过 不要挂的啦 你书拿过来 我还是要跟你讲 你要我背 神神吧 你记得你以前 你十年前跟我出一道题 那个时候是几位数加几位数 你说我会记那个题目吗 你明明讲过 你怎么忘了 没关系啦 你就不要跟我计较 我就算忘了 你把题目拿出来 我照样教你 我不用去背那个题目啊 乃至我没教过 有教过你都拿出来 反正道理我懂了 怎么讲我都可以跟你讲 所以变成就是说 这个我没学过不能讲 如果真道理 如果你真懂 那没学过 为什么不能讲 谁说一定要学过才讲 不一定吧 除了那个不是佛法 如果佛法的道理 只要你懂得它的定义 懂得它的名相的安利 其实你要真懂 你开辟另外一个课 都很容易欺录 我说到每一科每一科去弄懂 你不正在修学 人已经够苦了 为什么入了佛门 又更加虐待自己 世间法又没放 入了佛门又扛更多 何必呢 是不是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目必要学会的 那一个智慧 学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把这个佛法 最核心的东西 掌握到了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不同的观念 我们虽然课不断的开 但我们将这种智慧里面导入到我们的修行的地方 让它更细腻 更完整 更笼通 所以虽然你日日夜夜经常在学 其实你应该是越来越轻松自在的 为什么 因为佛法的智慧是荡除你的执着 并不是增加你的务担 是不是 所以说每个人说 哎呦都要学那么多 你们出家也要学那么多 哎 像佛学院第一年要读什么 第二年要读什么 第三年要读什么 我一听也真的很务担 对不对 其实 如果每一门一门 应该不是说我读完佛学院我要读完几十科 到最后就是经过不断的学习得了一份智慧 就这样一样 哎 不要读完佛学院以后 要离开学院要请搬家公司搬书 嗯太累了吧 你最好到最后就是 学完佛学院出来以后 是一个开悟圣者 都不用带书 你们看过去的大德 那个圣者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每次上课都是戴着老化眼镜 你们有没有带课本来啊 我们今天讲第几本啊第几页 有这样吗 但还不在生活上随你所问随你答 是不是 不然像那个出国出国一定很多书 阿罗汉更多书 对不对 三界的都要学啊 那他一定每个阿罗汉家里都有一个大读书馆 不是啊 阿罗汉是越来越简单的 只是智慧而已啊 解脱的智慧啊 他说阿罗汉你有没有读过季色论 没有呢 你没有哦 你好笨哦 我告诉你 你没有读过大平佛萨论 没有呢 因为我比他更早就称阿罗汉 所以后面的500阿罗汉写的大平佛萨论没看过 你真的孤肉挂闻耶 你有没有读过妙论 那更没有 可是 没关系你就不要跟我计较你拿来给我好不好 我去帮你解释 是不是这样 我们想要读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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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读出一个真智慧来 是不是 所以像这个道理我们就是 希望利用一个论 把我们这样比较有点基础 但不是很清楚的波子之间 在这个地方以维持的这个角度 把那些执着给那个挡住的更多 也就是说透过这样的道理 把我们的波子之间给培养出来 从这种观照的智慧产生有的时候 也让自己如何安利佛道 如果面对世间苦恼 也能懂得一个怎么去对应 去消融它 是不是 所以应该是解脱的 刚才有稍微提过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想打算直接 从藏经里面把变中编论直接印下来 刚好我们这个新闻封书局 有这位大德做的这种表解 就是变中编论表解 他只是把变中编论跟变中编论数据 数据是盔记大师的 把它做整理并没有加上什么另外一个注解 就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那种编排方式 其实如果要赌的话 我们这个表解就等于是变中编论数据 只是我们在看藏经里面 变中编论数据里面 他有时候在引变中编论的时候 没有钱引完 只是哪里到哪里 中间没赢了 不过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对一下就出来了 只是用现在新的编排方式拿出来 不过字体稍微小一点 小一点我们这些 大家LKK的会比较辛苦 不过本来我在考虑字体会不会太小 后来有人说没关系 因为一念完就看着我了 所以我还够胖不会模糊 看字的机会不多 所以说还看得清楚 如果一直看就会很累 那还好是念一句你们就看我了 我还胖可以 我还不是很小字的 我是大字的 所以还好 没问题 所以这里面的前文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自己有空看 有的是欧阳静武 这位大德 他做的一些分辨 对回事的一个定位 我们这里面像比如说 从一开始 这个 他有赢这个 这个维世整个大概过 因为欧阳静武算是这个局势 他对维世也蛮深入的 他对各种论都有一个判别 所以说有机会大家可以看 那我们看一下他这里有标 点出来会比较容易懂 不过自己稍微留意一下我们的本论也就比较清楚了 自己都看得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一部 这一部 其实内容也不多 那总共有什么 总共有 我们前后有七品 那七品是从相品 葬品 真实品 修对质品 修分位品 德国品 再过来是无上圣品 那这个每一品 你可以看到 我们在佛法修学里面 他会用一个完整的结构 相品等于是对法的一种 为法如何诸法 一切法的 不是细细微微的法的分别 而是一切法有哪些共同特质 它有哪些像 那我们后来会谈这些东西 就是帮助你认识法 就这样 法为什么是这样 法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就会谈到这个道理 那再过来会谈账品 我们这个看我们这个 表节的这个第八页 第八页它有做一个表 我想我们看自己如果没这个书的人看 有机会看这个中观 变中变论 稍微细看一下大概就有了 不是 我是说有人就听到没参加我们的课 那我们这里面有谈到 第一个是我们第一件是橡皮有二十二诵 我们这个课是这样 它是由弥勒菩萨的诵 诵 那世青菩萨给他解释叫论 就两个合起来 那这本书里面还有数据 那是亏气大师的 所以这本书主要的内容 就是诵 变中编论诵 诵是弥勒菩萨 很简单 总共这里面有谈到 总共有一一二诵 一百一十二个诵而已 那一百一十二诵里面 那个世青菩萨把它解释成论 解释成论 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第八页 它有讲说 俊一的橡皮有二十二诵 卷二的橡皮有十七诵 那卷三的真实皮有二十三诵 卷士的修对质品有十四诵 还有另外卷士里面 那卷士另外还包含了 修分位品有四诵 那另外卷士有德国品有二诵 那卷五卷六 无上圣品有二十九诵 那这个就是在帮助我们 在看这个 整个佛法的分位 它从这里把它定下来 我们 第一个 我们刚才讲说二十二诵的这个第一 它是变诸法相 再过来这个十七诵的账品 它是要看怎么去断 因断的 因为你了解法 因此顺着就知道我们容易迷失在哪里 然后去断 再过来我们那个真实品的时候 告诉你 你因知因证的 你应该怎么去知 你应该要证什么 其实如果看 分成七品 其实就是苦极灭道 任何修学佛法 任何法 它到最后一定是这个四个 就是苦极灭道在编排 我们了解 苦极 就是世间法相 那因此我们知道 我们要得灭的是什么 那灭的方法是什么 这中间又衍生出很多的差别 所以分的品相会不同 但无非是苦极灭道 所以这里面我是跟大家讲说 修学佛法的目标都很清楚的 很清楚就是说 我为什么修这个法 我前后前对治我的烦恼 后未得解脱 那不会瞎忙只是学而已 所以你学很多 你都不知道要往哪里走 你变成掉入文字上的一个追逐 而忘了你修学这个东西 到底能不能让你解脱 就像我最近在上课 有时候会跟他讲说 比如说我们修空观 那你修完空观以后 有什么感觉 你也会讲延期信工 空空空空 你讲讲完 那跟你没学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那有问题 怎么学一学会没差别 我们照理讲 我们会有差别 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东西 现在有人跟我讲 哼 假的啦 表示这个房子盖得非常庄严 别墅的等级 结果有人跟他讲 因为有偷工减料 住址里面都是保利笼 给你要不要住 不要 里面的庄房材料非常好 只因为主结构是保利笼 以前921不是发觉这个吗 有那个柱子里面是保利笼 外壳塞了 底下柱子里面塞的是保利笼 怪不得会倒 我跟你讲 它外表是这样 然后价以分析里面是这样 你就不会爱了 修空就是这样 结果我们现在学员都学 学到最后没感觉 你就知道没有 你如果知道法的真相 你就知道说原来我颠倒 那我应该断掉哪些烦恼 那么断掉烦恼 要断哪些烦恼 因断什么 然后我进一步应该正的什么解脱 真实的是什么 它就一一一瓶 还够着一瓶 它每一个这种道理都是要导引你去觉悟的 所以一瓶完了 借一瓶一瓶完 都是彼此互为因果的 所以学习要用这种态度 它是互为因果 它帮助你去认识到这些东西 然后再过来就是 这个地地修对峙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对峙烦恼 更细的来谈对峙烦恼 应该怎么去实践 那我们在明分会的时候 修对峙跟修分会 这个时候它讲说 修赤地怎么对峙 怎么修行 对峙的赤地分会 什么样的烦恼不同层次的浅身 修行的下手赤地 还是就不一样 再过来我们有得果 德果就是有修阴感果 对不对 果也不一定直接就谈果味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在凡乎味的时候 修哪些善法会得哪些果 修哪些圣法会得解脱果 也就是说因跟果又搭在一块 世间苦极是一个因果 灭道是一个因果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有这样的苦 我们的原因苦因极 所以我们要断极 对不对 那我们如果既然要断极的话 一定要修道 那修道有哪几种道 修完了会有哪些感应 那不是又结在一块 那之后有讲说 那个德国评 然后再过来是讲 无上圣品 就分别大小之不同 这四大圣论也是如此 都是这样 法都是让你解脱 但这里面还分大小 原不原容的差别 那这个是整个法的架构 那透过这个架构 让我们能对整个修行的次第 像社大圣论 大家有机会也可以看 这种是可以帮助我们 更了解修行的整体观念 我们不是 我们现在因为 其实这个道理 应该每个人要自觉是知道 但很多人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就是说 我了解的佛法 我修学的都是零碎的 所以零碎就是说 我对我这个修行的架构 并不清楚 那其实最简单的架构 就是四地 苦极灭 所以我们如果了解这个 四地修行的原理 那就会有哪些问题啊 我们这个问题 马上就会关系到 我现在修的法 为什么是佛法 我吃这个药 是什么病 人家就叫我这样修啊 就解脱啊 解脱啊 都是用很笼统的啊 解脱 解脱啊 超越三界啊 怎么样 这都知道了 这读了很多 到最后还是讲这个笼统的 其实跟没有读都一样啊 念佛会不会解脱 会啊 为什么 我说的啊 那我问你 吃会不会饱 会啊 谁说的 我吃过啊 那你怎么不说我说的 我说当然会吃饱啦 不过问题你就很实在啊 你为什么急着要吃 吃会饱啊 不然会饿啊 谁告诉你的 那不都这样吗 因为我真的饿而且吃的会饱啊 很实在 你吃饭的时候那种心很大事对不对 念佛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大事 其实你要知道他的因果关系是连结的 为什么念佛会有用 因为我知道念佛的时候会起哪些对峙作用 那为什么要对峙它 因为这个没对峙 那个问题会出来 所以我赶快念 为什么要挡住那个烦恼 我那个烦恼出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恶果 那我现在就念佛把它挡掉 我就会有这样的善果 很清楚了哦 好 我药要这样用 但我如果拿到药 不用对的话就没效 是不是很踏实 很踏实啊 修到现在有没有进步 你可以问啊 有没有进步 没有人问这个呢 很少问哦 是不是 我们也很少去问自己 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明显 当然细微的不一定你看得到了 但你自己有没有很明显 就是说 就像我前面问的 你听了空的道理之后 波折之间以后 你有没有改变 你有没有放下 有没有帮助你都更容易放下 你念佛念那么久 你有没有更加增长你的决心 有没有从念佛当中 也容易放下 不行的话 你是挂名的活弟子 不是真的 其实就是一个很现实的哦 这很现实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 就是彼此前后关系 你要知道 我这个学完学这个 这一品学完学那一品 我在欧江湖呢 我现在学江湖 我是准备拿来在我这个修行上 作为一个根本指导 那这个架构跟其他的经论架构会不会一样 我告诉你 都差不多 也就是说开显的不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根基不一样 或是录某些法的决策上会不大一样 但主轴会相似 不过你中观为日如来上很多都是一样 印记不懂 但你在你现在现有的因缘当中 像我个人在学其他东西 因为我一路上 我抓的目标比较单纯 所以正如我刚才讲 我就是为了回家 所以我会想看一些地图 但我尊重地图的同时 我会知道地图是导引我回家 我不会每个地图互相混乱 但我也不会看了很多地图 又产生好多不同的方向感出来 你听懂 我看了很多地图 我就算学中观 我也是如来上 我学了很多 我也不会变成很多分歧对立的方向 我会尊重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地图衍生的从东到西 或是从西到东的解释方式不同 但一定是往回家的路 我会把它整理出一个 我回家的唯一真实路处 就这样 所以我不会拿这一家去破另外一家 不会 因为本来它就不同 它本来不同的时候 去又同 因为用心导引的智慧一样 我们也尊重不同的 不同的经论所开展出来的 了解佛法的路不同 但却不会在这种冲突当中 让它绝一种不可跨越的鸿沟 那种冲突 不会 我们会尊重它的善巧 得起真实智慧 在真实智慧这个地方 根本不会冲突 也不会冲突 好 好 那我们接着 这里面有谈到 这个欧阳俊武 他有稍微简单说 那不过这个是可以 我们可以讲一下 初二评是进 四三评是行 后二评是果 就是进行果 进 进界的进 前两评是在讲进 后三评是讲怎么修 后两评是讲果 这也大约关 因为这里面互相喊社会 好 那我们大概知道就是说 在一个修学过程当中 他一定要先铺排他的进 好 我们光空不能读 我们要了解诸法实相 我们要了解诸法的真实相 对不对 那我们离开诸法 离开诸法就不是诸法实相 是某某实相 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一步 现代人应该大概没这个耐心 喜欢说赶快修赶快修 我们有一句话 接一句话就是说 哪里跌倒 哪里爬起来 哪里迷 去看哪里 你迷这里 你去看哪里 你也看不懂它 因为你是迷这里 就看这里 不要再迷 把它看清楚 众生颠倒一定会先让你认知 你现在所属的时间 然后把它说出它的真相以后 才让你绝 但我们现在忘了这个世间 却想才这个世间解脱 你说 我现在喊的话 我们不用听那么多 只要你够智慧 不用听那么多 不过 如果你对它执着的话 你就要认识它 道理很简单 你对它执着 因它乘挂爱 因它轮回 解脱在哪里 不要执着它 那不要执着它是怎么样 看清楚它 而不是说执着它 却是寻求另外一个解脱 你的执着是在假这边 放不下很辛苦 结果你不处理它 竟然是找疑来解脱 没什么道理 有的人说不用读那么多 可以 只要你不执着 明明你还执着 明明你还执着 却于忽视 无视于它对你的担着 那它对你的挂爱 你对它的执着 然后嘴巴讲说 不要 不用去学 但实际上 并没有它是 我们修学 我们也讲说 并不是它去绑着你 整个修行的障碍 是你自己起颠倒去惹人家的 你自己去执着 完了以后 人家讲说要求解脱 当然是从你自己内心去解放它 哪里说 我不用懂那么多 我就能放 你不用懂 你不用懂你的执着在哪里 你怎么会放 你不用懂 没懂 是不是 这个佛法是相当这般的理性 不懂得懂 所以它会先从 敬行果 是从这里来的 那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介绍 这个介绍我想我们自己有空在看 我最重要的是 包括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有关于 虽然这本书 因为拿这一本最主要是 有心的人可以利益 刚好因为这样的编排 可以帮助你看 辩宗编论数据 如果有兴趣更深入的 但我基本上在讲这个课的时候 虽然这本书里面是辩宗编论 论跟数据一直配合的这样 诵论数据 诵论数据这样 但我在讲的时候 以诵跟论为主 数据我不大胆 因为这里面 我们还牵扯到 亏计大师 他在辩证一些道理 什么道理呢 我们这本书里面 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它有一个更早的注书出来 更早的注书它叫做 中边分别论 中边分别论 那是由真第三章所翻译的 但翻译的不是很好 翻译的不是很好的时候 那个规计大师就会再加以 再在他数据上 就会加以跟他 就是加以辩破 所以说前面的翻译不好 观念错 那有些观念必须要 你有一个比较雄厚的基础 或有一些背景基础 因为它有时候会分别这个 安慰论师跟复法论师的 维持观念不同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如果一开始 或是没有一个胸 比较深厚基础的人 结果是基础还没达 就开始往后弹 因为现在很多教学都这样 结果弄到最后 弄到最后 谁对谁弄到 就是忘了主軸 我也是要告诉我什么 我们有些东西大方向要先确定 有兴趣的人在更深入 那我们撇开的这些不同的东西 这些有不同一致的东西 我们不敢 我们直接谈它的道理 有些方便我们懂 不会给大家带来太复杂的 我会赢 那没有的话 我直接讲论宋 那个宋跟他的论 我直接谈 那因为他这个文里面 刚好配合书记 所以说你们可以也参考 那不用参考的直接读 就是依我们所讲的宋跟论 就来谈就好了 不用谈很多 因为这个有时候 这就是我必须要 谈清楚的就是 我必须要一个教学里面的主诉求目的 要抓稳 如果这个主诉求的目的没弄稳 如果我在周边的肢解上花太多时间 会让听闻者到最后就乱掉 建议不了那种主要的核心的证件 所以我们眼前 我们不是 大家不是钻研为师 我也不是 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 从这边得到政见的启发 他的精神 那我发觉有时候 甚至可以帮助你更容易 掌握为师的道理的应用 所以我现在基本上 我不用太多复杂的这种补充资料 弄得大家懂 结果都混乱了 所以基本上 以让大家的懂为主 这是我主要的诉求 那我们 这个我们就开始来看那个 我们的文 那我们从这个 我们这本书里面的 第20页开始 20页开始 这里面有《论约》 就是我们的弥勒 世青菩萨的著 那这个《论》 是一种 是一种 规境词 就像规境词这样 齐肘造此论 善事提所生 即教我等师 当勤显师义 这个在《诵》里面 就是说 弥勒菩萨的诵 没有这种东西 但一般过去的大德 他们在做任何论 都有一种 在医学师的论里也有讲 为什么要造论 他们有一个很核心的目标 就是显扬圣教 要你在修行上 起作用 不会像我们现在为了研究而研究 因为你要当会生命 他每一个要造一个论 都是要将佛法正道理 让众生受用 所以这里面 自自然然 对于他所得的 这个智慧的来源 都有一种闺蜜 一种恭敬 抱感恩之下 然后以这个心情 希望将这个圣教给流传出去 所以绝对不像 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了扬名义万 写了很多东西 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 缺少一个很清净的发心 写了很多病 并不是一种那种 为了信仰圣地 为了要让佛法 能流传位置 就是说 我的观念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现在 再讲一句话 我有时候 看到过去的人 在写那个序 学什么东西 写文章 学到最后 老实讲 难免都让我很火大 为什么 文词很美 但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你看旋转大师 纠摩罗斯 他们在翻译的时候 有没有用很华丽的词 不粗俗 但最重要是答义 答义 为什么 我要你能受用啊 所以我们现在解答 就是刚才我讲的时候 我主诉求是什么 我不一定要去卖动我的学问 我懂很多 我一定要让你能受用这个法 这个佛法的正义 能流传给你 你能用 所以我们在表达的时候 我们会尽可能采 听得懂 不偏差 不扭曲 这个道理的这种诉求 所以文字的表达 各方面在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主诉求 包括我们在做学问 在写论文的时候 都有一个主诉求 我们因为是修道人 没时间去搞这些 你的头衔 而是在如何让道理给流传出来 所以你看这里面 他们都带着一个很浓厚的那种 修道的真诚 你看事情菩萨指 学问多高 但送礼没有 他要解释的时候 他也先感恩 谁 弥勒菩萨 送是弥勒菩萨做的 他要解释这个送的时候 他先感恩了 其手照此论 善事提所生 善事是佛嘛 那 弥勒菩萨是 怎么样 弥勒菩萨是未来我 他所有的法生 难道不就是佛法生的 等于是什么法生 从清净功德所成 这叫法生啊 我们有没有法生 我们本身的法体 心和众生 尚无差别 对不对 就众生生的那种道理 他的实质 跟佛法生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这从理题来讲 心众生 佛是没差别 但我们毕竟是众生啊 那我们众生是因为 我们就为什么众生 因为我们对这个法生 对这个诸法实相不了解 所以把这个清净法生给 染污了 我是方便讲染污啦 其实 所谓染污是颠倒人才讲染污啦 为什么 能染污所染污也不可得 谁染这不谁啊 那可是因为众生起分别的时候 就有一个法被一个法染污了 好 那我们现在染污 那染污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众生性在这里 所以在世间法里面就有佛跟众生的差别 但这就本质上来讲有没有差别 没差别 那请问诸位有没有法生弦法 有 那测不测底 会必 当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会在这里听法 至少有一份想要向于解脱的这份清净心吧 这个心就是在 在以你这样的心在触发你的法生弦线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努力啊 所以你看啊 我们不会什么世间的爱着的东西放下 跑到这边修学 一定是你有一份对法的这份真诚心 这个心本身就是在帮助你原来清净法生的显法 换句话觉得说 透过这样的努力不断在挡住你的执着 不是吗 那我反过来问的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也能了解佛法世间法的真相的人 他所显发的实相 法生是不是也清净 是啊 包括我们在念佛是不是在显发我们的法生 是啊 我们现在是作成心 但我们的众生 我们这个众生跟火无差别啊 尤其是讲众生本来成火啊 但我你颠倒啊 那我透过这个把它显化出来 那我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 法生是众功德所成 但是就果上来讲的众功德 因地上来讲我们也就有法生 但我们就是环如相啊 但我们有没有法生相开始陆陆续续 以我们现在是以相似法显化我们的法生 那真法生不容易写 但如果我们闻法业清净 所见佛法就近一页清净的时候 那个法生就会开始一分一分显化出来 那弥勒菩萨他的法生跟火有没有差别 当然没差别 那不但是理上没差别 弥勒菩萨也不断在修学也即将成火 所以他是善事体所生 不是吗 我们本身本质与佛法生无差别 但如果要真正显发我们的佛性的时候 是不是要借着佛法来显发 当显化出来 本身的法生是我们众生平等 人人皆俱主 但透过修行出来的时候 借着佛的功德 佛的智慧 佛的开示 让我们得以让我们延续的佛性给显出来 所以善事体所生 即教我等师 谁啊 无左菩萨 是他哥哥 我这个兄弟 这两位兄弟 这个世间也难找到这一对兄弟 这样的 弥勒菩萨说 然后有世青 那当然这里面整世青菩萨解释 但这中间其实世青菩萨的很多之间 是由他各个无左菩萨教出来 所以他不会讲说 即我哥哥 他没讲我哥哥 他讲我师 这里面没有哥哥不哥哥了 这就师不师了 然后再见到他就是当做教我等师 就是我归佛 归照论者 弥勒菩萨 还有归无左菩萨 我当勤显示意 这个宋没有 但他要照的时候 要把他显出来的时候 他讲出他的动机 他先归进 他先先起手 这个是一开始是这样的 好 这个里面没有 但 他就一开始他会有这种法 所以我刚才讲了很多就是其实 一个人在修道的时候 那一份真实心出来 就有一种那种 性格就会这样 我们有时候学学 学到最后那种归进心都不见了 归进心就变得傲慢了 那个无左怎么说 他不会讲无左菩萨 那个智者大师那个智语啊 怎么说 都直称呼名晦的这样 那就是直接呼名 那种论来论去 道理都懂了很多 可是心情都缺少 我们不是纯粹要这个宗教情感 但一个人当内心真正受用佛法的时候 哪会直接称呼名晦 不会嘛 他会讲 你看 就是一种规进 那个心情是来自于受用以后 对法的真实共进 都会表达出来 所以有人在研究当中慢慢 在论上一直跑 在文字上一直跑 结果 因为那一份修行的心退世以后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以为说 因为你一直没有用你的那种修道的那种真诚的心在相应 久而久之你在修学佛法的那个本质意见退世 就是你有时候没感觉 就是我们在谈佛法的那个恭敬不见了 反而是初学了 那怎么这样说 因为他刚学他很恭敬 反而你学很多人开始用识潜质开始狂妄 即便懂很多 你的身心却不安了 只会在语池上转换 然后在你流转 但安定心不见 所以我常会跟一些学生讲 你做那么多研究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心着动 你有没有去相容这些东西 所以有些同学他们做完研究 最近有一位在跟他们谈 他说其实当还好 就是他有在文法 那文法以后他自己就会提 因为他就想到我好几年前 十年前就跟他们交过了 他讲说 我记得老师曾经多久 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过 要这样 他现在就读完了 又在听法 他说还是真的要安静下来 去消融这些法 那为什么他会体会到这一点 因为他现在在法山 或者他不会去感觉 就继续一直跑跑跑 跑到心中一直在动 不知道 就是这样 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 第21页 论曰 这个有没有看到黑体制论曰 论曰 此中最初安立论题 好 安立论题 我们要先安立这个论题 因为这个论 他就是说 要正式讲的时候 他会先介绍 第一个诵 要怎么样 先安立论题 所以他先做个开头 然后接着就谈论诵 论诵诵 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唯相障 真实 即修对字 即修诸对字 即此修分位 德国无上升 第一诵 那第一个论就跟他讲说 我们开始要先安立论题 论有七个部分来建立论的题 所以一开始在看东西都是刚领很清楚 你一开始如果很清楚 站在一个整体观念在修学佛法 你就会产生什么现象 你知道吗 我看到这里看到这里 我经常会跟前后呼应的思考 这样学就会比较乐 我们的前头学学到中间 就读中间 那就忘了跟前头 但一个真正想回家的话 他会前后观念避连的看 并在一起看 我为什么在这里 这个东西观念到前面 关念到后面 关念到旁边 关念到什么 所以你到这儿学佛会有什么 一个整体的元气观 我讲修道一定跟我的烦恼有关 我谈到烦恼一定跟后面修道有关 我谈烦恼不是无聊的一种心理分析而已 我就是为了解脱 我的解脱是为何解脱 就解脱那个烦恼 不是为解脱什么 前后关系会紧紧密密的观念在一块 很清晰的 所以他说 《异论》的始终最初安利这个论体 论的主轴内涵结构是什么 就开始就引这个颂 这个颂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 就是说 唯就是说 没有其他的 就这七个 像一个 葬一个 真实一个 修对峙 修出对峙一个 修分位一个 再有德国一个 无上升一个 有七个 我一个意思就是 就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把整个修学建立起来 而且把那个法案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变中边 不但是理上要中边 包括你修的过程当中 你也不能偏 每一个东西都从一个理 这个理上里面建立下来 所以很多人说 你不要盲修瞎练 有一个讲 真修实证 我不是在讲很多人都会用这句话 真修实证 真修实证 现在比较常在讲这句话 就是说好像直接修的 不要听讲那么多的 就是修的叫真修实证 你有在修 但不一定真 为什么 因为你不懂 你有在修但不实 为什么 很虚 因为你不懂 所以前后关系他很清楚 整个论的架构是怎么样 所以我很清楚 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 我为什么这样修 包括我的基本上的中关键是什么 这个中关键 依这个键来 在现实当中 一定会偏 就像我如果真正要念火的 我是不是要依着拨着圣剑来念火 应该的 这时候就不会偏 那有时候呢 每个人都这样修哪有办法 好没办法就开出方便 开出方便 开到小孩子的时候 小学生的时候 有小孩子刚学的道理 你知道 其实偏了 偏了 但偏也不得不啊 因为人不懂啊 那不得不的时候 我到了小孩子 有没有小孩子的标准 有啊 小孩子对 不一定完全对 但对小孩子那时候是对 真正的念火是不是要十项念火 有 但我们不能十项念火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阴生 有 那阴生是不是就完全没标准 对不起 阴生念火还有阴生念火的标准 但从这阴生念火慢慢导向十项念火 小学生有小学的标准 所以小学生也不能考试没几个大 那小学标准不能拿到中学 中学不能拿到高中 到最后大学 是不是这样 那为什么要开始这样 因为众生根基很多 但不管你在不同阶段 中间是不是有一贯的理责在里面 我不得不把标准降低 但就算标准降低也不让它混乱 一个一个上去 所以当你现在在念火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 为什么刚开始学这个法门 学到最后为什么 我们不是讲一门深入吗 那一门深入我就开始念火啊 念念念念念念 就一门吗 那念到最后 为什么叫我如何来观察我的身心 比如说我们讲安那般那法 是这样 安那般那法刚开始是 数一二三四 数到最后 心安定的时候不要数了 不要数是不是改变 是改变啊 可是是不是一门深入 是一门深入啊 为什么 它就是安那般那法 但安那般那法 对不同的程度境界 是不是要调整 要啊 你爬楼梯 一门深入 是不是只站在第一梯 不是 是一个楼梯 谁叫你站那一梯 站在一梯你怎么爬 你第一梯完怕第二梯 第二梯完第三梯 对不对 这叫一门深入啊 就是很尊重这一梯 这个楼梯 不是只尊重那一层 那一层就完了 所以你看一条路都是一贯的 但中间有不同的三角 有不同的三角回处 所以我们后来也清楚 整个修学佛法 整个核心啊 建立中关建立以后啊 我们会产生怎么样 我们念佛也有作用啊 什么作用 我不是在很多课也跟他讲 念佛念到最对世间不能放下爱着 不叫真念佛 执着唯有啊 执着唯有啊 念佛念到最后 作修名 因为念念佛 我们不要念太多 因为这样赶快喝点人生 不然你气会不足 有这个吗 念念念念 念个十分钟休息五十分钟 这样才能留得清三寨 不怕煤菜烧 也不是这样烧法 也不是这样留法 挂爱很多 挂爱很多 难道道静中的时候 还要讲什么 对世间依然这样挂爱 你这个念佛功夫没出来 为什么 你的那个剑没出来 你没有从念佛里面生这个觉 由这个觉当中 因念佛里面对佛法的清净功德的闺蜜 反过来对世间无常虚伪的放下 假如没有 你这个不是真功夫 所以为什么我们能抉择 剑啊 这个剑一旦有 不是你修为师跟我修净土不一样 我跟我净土就是为师啊 我也了解这个中边道理的时候 什么叫做正中道 什么是偏 那我这个观念就可以审查你念佛对不对 不是就这样吗 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说 你这样念的假如假当 你那个真正念佛的功德力 有没有出来 你的往生因缘俱不俱俱 如果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念这个 我们被这个生死挂越来越重 这怎么会念成这样 应该念到像广青老师上 没来没去没大事 这就对了 没来没去没什么事情 没提到没什么事情 你看 这是一个真实智慧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这种感应 自己了然于心 毫无恐怖挂矮 你看就像这个道理是不是要 又有什么 没来没去 是不是没有一个五蕴来去 是不是就是心经里面讲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道理 无有恐怖 无乖故无有恐怖 眼里颠倒梦想 究竟念 不是就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现在上的课 就是在他的进途法 里面就弹出来 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功夫 光一门刻下来 可以让你的念佛的功夫 就真的就提上来 你也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 所以有的念佛一直念念念念念 但对事先执着 你不如我放下 我起个绝 我知道 彌陀的真功德 一句话 念佛功德 我把它生出来 是这样 好 我们接着来下一个 论语 此论为说 为说如是其意 一项 二藏 三真子 他就在解释前面的颂 三真子 四 修诸对子 五 吉尺修分位 六 德国 七 无上神 就是这个 那当然这个我们 后头会一个一个再来解释它 不过他先把那个体 大纲跟它安理下来 安理下来的时候 整个来讲 我们不是有一百一十二吗 那一百一十二 第一个是归禁词 那最后一个是解 其他的一百一十 就是正宗分 正宗分 那我们要知道的前后就是这样 但其实因为它 文其实不是很长 但透过一个这样 玩这个一百一十二个颂 加上论的解释以后 可以让我们在极简短的 其实也不是说真的很短 不过就是 至少可以让我们用一个 不是很耗时间的 就对一个整个修学次第 修学的概念有个完整的认识 好 那这个是这个道理 他先列出这个提来 提来以后 接着大家看那个论颂曰 就开始论颂曰 虚妄分别有 于此恶多都无 此中唯有空 以彼亦有此 这个都是一个很核心的观念 很核心的观念 就是说 虚妄分别有 于此恶多无 他现在就开始要 依这个颂来解释 整个建立法体 我们这个法体 诸法的像是怎么样 什么是有 恶多无的话 能取所取 所以 在这种我们对世界里面 看的任何东西里面 能所是找不到的 能所都找不到 所以它变成了 诸法里面的妄想分别当中 你找不到一个能分别所分别者 那这个两个如果没有 始终唯有空 唯有空 不是有一个空 是二取空 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些意思 如果解释不好的话 会产生说 这个没有 但有一个空 有 不是 这个没有 空是从哪里来 我不讲到空不是独立空 中弯里面的空不是独立空 空是在火定那个能取所取 我我所 当我把这个我我所 这个我我所 这个能跟所的当体是颠倒性的时候 我有这个空 我有这个极灭意 并不是另外一个空 我有此空 空是什么 其实它是针对能所在空 这里面大家要懂这个道理 如果我们把东西火定了以后 要找到一个空 这个空会是另外一个颠倒 火法其实本质精神大家清楚 就是说 东西我不需给它增减 我只是还原它的增加 当我们在造作诸业能跟所 能就是我这个能造作的 跟我所造作的 在这个观察当中 能跟所找不到 包括念火 我在念我 我能念佛是我 所念佛 是佛号 所念 那我们现在当然要尊重这个 因为我们不容易体正空 所以我们就这样念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还不要一下子去说能所皆空 一下子要讲说能念佛所念佛皆空 一般一般开始有时候 一般开始有时候会 你如果掌握很清楚 会抓不到 但我们在这个自己能念佛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个我值有的人还放不下 但至少可以把周边执着一直把它放下 比如说我对这个我在念佛还放不下 但我可以把我的家 我的财产 我的什么满满房 其实当你在放周边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又在想佛我值 当我在念佛 专注念佛的时候 我把其他的东西也给慢慢舍掉 其实是借着一个专注法门 让我慢慢修把很多东西舍掉 直到最后你会看清楚真正的佛在哪里 真正的能念所念是两者居住可得 这时候就真念佛 所以以方便让你入十项 那你看我们为什么不可得 我们不是一开始火定 而是当我们越来越念越清楚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确不可得 我讲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东西 梦 梦有没有 当我在梦里面 我去分析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不会讲说如梦幻泡云 你不能说它没有 但实际去找的时候 找不到你认为有的那个东西 我们讲梦幻泡云是讲一个法在 但找它的实质找不到 我们讲空的是那个实质没有 并不是梦这个东西 假的 那我去找空 不是我是就这个东西 我以为有 那我去找 结果我已经有了那个东西 不准在 猜猜猜 没了 到最后 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对积起来 好像真的 猜猜猜 没了 唯有空的意思 空就是 把你的那个 能取所取的执著去掉 就是唯有空 对这个道理 它这个词也很重要 以笔 以笔意有词 所以变成空从哪里来 所以它两个不是对立 从甲才有空 有空 方有甲 从缘起诸法当中 体正诸法无自信 空从这里体会了 不能离开世俗法 不如离开我们眼前所见一切法里面去体正空 从依它其的种种变化里面去正的空 所以你要讲说 空跟有不是对立 我们不是把有火定掉了 火灭掉了以后在空 是在有当下就看到它的虚妄性 看到那个有一开始 从来只是因言和合没有自体 那个空就在当底就知道它是极灭 就是极灭什么 极灭你那个执著它有的那个心情 那个执著 这叫空 觉悟了 讲一个实在的就是说 我本来一直在追逐它 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结果后来好好认清楚它说 我认为的有意义 其实都是我自己想的它不如此 讲一个世界的比较容易体会 就是说 它一定很喜欢我 那自己就开始在做梦了 结果到最后说 没有 我哪有爱你 这就空了 因为所有的幻想原来是表错情而已 你以为人家爱你 没有 它说没有 那你怎么对我笑 因为它向来有那个突发性 暂些性的痴呆症 啊 是这样啊 你不知道 我以为它很爱我 就这样 到最后所有的梦想都没了 是这样 是这样 就这么如此 好 我们今天到此 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富吉于遇切 富吉于遇切 佛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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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痛苦